同样是在南投在市区里出现了这幅感人的画面 当时这名67岁的妇人在风雨当中撑着伞卖水果 而这名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大学生呢 她看了之后很不忍 所以呢她上前去帮这个阿嬷扶着她的伞 没想到这一扶两个小时她全身湿透了也不喊累 她说呢因为小时候她跟着阿公在街头摆摊做生意 特别能够体会辛苦 看到这个阿嬷就好像看到自己的阿公一样 台风天风雨交加 马路上只剩这一滩 阿嬷穿着雨衣卖水果 旁边还有位年轻人帮忙扶伞 一扶就是两个小时 你们只是去全家买个东西而已 好好好 大家大家 阿嬷拿出自家的水果来感谢 好心帮忙的这位大学生 她叫林商卢 成功大学航太系的学生 尽管全身湿答答 竟抓住洋伞的手 没松开过 很心酸啊 就是知道耶 这台风天已经太不有生意的感觉 就是她在这边守着 67岁的水果阿嬷 独自一人在风雨中 等待客人上门不愿收摊 林商卢就这样陪着她 站了两个小时也不嫌累 热心帮忙的林商卢 原来小时候也曾跟着阿公在街头摆摊卖损肝 所以看到水果阿嬷 特别有感觉 你就是在那边摆摊啊 就是那个小角落嘛 而且也是 没什么也是人来人往 那时候一天 其实好像也有人来问 但是我印象中那天好像没有卖出去 林商卢谑虚的说 自己没有这么伟大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水果阿嬷来说 这股抓伞的力量 是他在台美台风中最温馨的后盾 中文学院卫少女南投 采访报道